講臨文字幕曾 IIIEV 日本書政學院中文字幕 Sky- subset of ourux 品牢 那我們今天要進入一個 東南亞的民族誌 那在進入民族誌之前 我還是會問 同學有沒有看我們這一週的畢讀 因為現在已經開始要求大家要上傳問題 其實主要想要知道的是同學如何理解文本 然後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即使在 就是你們覺得不好意思提的問題都不用客氣 就是你們即使覺得還沒有真的懂 就是問說那到底是在什麼 哪一段話是什麼意義 這樣的問題都可以 那應該是今天大家都有開始看那個 我們的畢讀文本 那其實畢讀文本大概其實 你們知道就是所有的intro-touching的課本 它的特色就是它會放很多很多的民族誌 可是沒有一個民族誌會講得比較深入 所以同學可能念過之後 其實還是很難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那今天的文本我們的題目是社會人 是從小地方大議題這一本書來的 其實我們每一週我大概都是選一個 一本導論書裡頭的兩個chapter 因為我覺得每一本導論書寫得好的章節不一樣 那小地方大議題我就選了這一週跟下一週的 這兩週當作它的畢讀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畢讀文本談的是社會人 它中間有兩個很重要的關鍵 一個是自然跟文化的關係 就是我們成為社會人的過程 好像是人開始去適應或者是改變 或者是轉化自然的一個過程 可是在這裡頭提出 就是應該是文本66也有提出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論點是 自然跟文化的關係其實是不斷在改變的 包括像現在我們開始有所謂生殖科技 有代理運母 其實那個自然文化的關係是必須要重新被界定 所以它是告訴我們說到底什麼是自然 自然跟文化的關係其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甚至自然有可能是文化家已界定的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一個 小小的民族誌其實也會去談 我們認為的血濃於血 血濃於水 那這個所謂的血也不堅得 是我們想像中的自然 它其實有一套文化所界定出來的 什麼是血的概念 所以我們文本一個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自然跟文化的關係是一個可以去 還有那個關係的轉換是一個 可以不斷去討論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應該是在文本的74頁 開始談到一個社會人的概念 社會性的人觀 好 如果你們現在的文本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裡頭有談到一個 人類學的大師是Marie Spurson 他談到所謂社會性的人觀 在翻轉我們當代的個人主義的概念 就是我們當代個人主義的概念 認為人是獨立自主的不可分割的 是在非西方社會裡頭的人的概念 可能並不是像這個 就是我之前有談過 我們認為皮膚之下的人 這個人叫做我 可是在非西方社會裡頭的人 可能是包括一套社會關係 而且這一套社會關係 跟人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其實是不斷透過社會實踐的過程來界定 好 那文本裡頭談到這個社會人的概念 我記得應該七十四到七十七頁 你可以確認一下葉樹 好 然後有談到很多不同文化 譬如說人可能是非常多重身分的 然後有提到一個人叫Moss Moss談的人觀 他其實是人類學開展人觀議題 非常重要的一個學者 所以我今天在談完一個 馬來人的民族誌之後 我大概就要進入 人類學對於人觀的討論 這中間其實基本的問題是 我們要認定誰跟我是有關係的 這個不完全是透過生物性的關係在認定 而是這個文化裡頭怎麼樣去認知一個人 包括人的組成是什麼 人的邊界是什麼 還有理想的人是什麼 就是這個我們談所謂的人觀 人觀就是包括我的組成 我的邊界 還有人的理想是什麼 其實很多文化必須 你要了解他們的親屬關係 必須要透過人觀來理解 他們怎麼樣去認定人的特質 人的邊界還有一個理想的人 所以我今天其實就是從上禮拜 那個非常傳統的結構功能論 開始跳到比較實踐論 還有比較當代的議題 其實中間人類學對於親屬的理論 已經有很多很多的理論的發展 我放在PPT的最後面 不知道有沒有人先看 就從結構功能論裡頭的 既是理論、聯姻理論 然後接下來象徵論、實踐論 還有馬克思主義 然後到現在我們在談家、談親屬 其實是建立在所謂的互為主體性 就是一種相互參與彼此的存在 所建立的關係 這個我等一下如果最後有時間 我就用我太魯閣的民族字來做說明 就是所謂的家 是透過人跟人之間彼此去互動 去參與彼此的存在 我們講的互為主體性的過程去建立的 其實這個觀點在當代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避免一下從那個非常古典 跳到很當代 所以我先中間談一個比較 比較具有流動性的親屬概念 就是稍微翻轉一下 那個我們認為透過理所當然的生物的關係 所界定的親屬觀念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 先談一個很可愛的民族誌 然後接下來談MOS的人觀 然後我希望可以談黃英貴的一個民族誌 因為他也是透過人觀來界定親屬的一個討論 然後在最後有時間 我就分享一個我太魯閣的民族誌 那其實我今天希望可以在4點10分左右結束 因為我想要給你們看一個影片叫哈馬薩之舞 他是在美洲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 然後那個哈馬薩之舞他們的族群叫 在人類學裡頭叫哈馬薩之舞他們有一個自我的致稱 好那這一個哈馬薩之舞是我今天談冒石人觀會談的 然後也是我們談交換會談的 也是我們談李維斯托的時候會談的 就他在人類學裡頭真的就是一個經典民族誌 那那個片子大概30分鐘 我想讓你們看一下比較有感覺 要不然其實民族誌本身可能大家很難去理解那個情境 可是這個影片我本來是放在宗教的第三週 李維斯托那一週談 因為主要是李維斯托真的是不容易討論 所以我本來希望在討論課的時候放那個片子 可是現在我們改成遠距教學 我就不能放片子 因為我所有的權利就是我們戲上作為民族誌的一個 民族誌影像學會的一個團體會員 我只能在課堂上面播放影片 所以就因為可能我之後沒有辦法線上播放影片 我希望今天最晚4點10分可以告一個段落 讓大家可以看影片 所以我今天會稍微快一點點 那如果你們有任何的困難 想要進一步了解就隨時告訴我 好 那我們上禮拜上的兩個其實有一點點沉重的民族誌 是因為這兩個地區 不管是蘇丹地區 或者是我們講的太緬邊境 就是緬甸高麗這個地區 其實都是當代非常動亂的地區 所以其實在講那個民族誌的時候 是有一點沉重 然後不斷的在思考人類學的民族誌 能夠對於當代的議題提供什麼樣不同的事業 來面對或者是解決 好 那我們今天要進入一個比較可愛的民族誌 是在蘭卡威有沒有人去過 好 蘭卡威的馬來人 他雖然是一個小小的民族誌 可是是作者的一本書的一個濃縮版 只有十幾頁 所以很建議大家可以閱讀 那這一個小小的民族誌其實在對話一個非常大的 人類學的親屬的議題 好我們先看這個地方 蘭卡威 你知道他在泰國跟馬來西亞的中間的一個島嶼 就是在這個地方然後這個島嶼的樣子 好 那一個小小的民族誌 他在對話的是人類學的一個 親屬研究一個很大的一個假設 過去從就是人類學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一直發展以來 我們都假設親屬是建立在生物性的關係 可是這樣子一個假設受到一個學者 Snyder 所質疑 Snyder 基本上質疑 親屬的範疇是西方預設 不具有泛文化普通的意涵 就是他認為西方預設了一套親屬範疇 這一套親屬範疇是強調兩性繁衍生育 所建立的生物性關係 是人類普通的自然連帶 而社會文化屬性則是衍生於此生物性的事實 Snyder 認為西方人對於親屬有一個這樣子的假設 可是Snyder 自己的田野是在 Micronesia 的 Yaplen 然後在那個地方他認為他們的親屬關係 其實跟生物的連帶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他們並沒有我們現在 我們習以為常的父母子女這樣的稱呼 就是透過生物的連帶來界定父母子女 他們反而有另外一套透過跟土地的關係 透過共勞互作所建立的親屬關係 那因為Snyder 在 Yaplen 的田野 讓他後來也在做 他有一本比較薄的書 也在跟美國人做對話 叫 American Kitschip 那一本書薄薄的 可是其實是他一個田野的一個 就是嘗試透過異文化來重新看待自己的文化 在 American Kitschip 那一本書裡頭 Snyder 認為 因為他透過異文化的啟發 他認為親屬不一定是建立在所謂的生物事實 所以他在寫 American Kitschip 的時候 他認為即使是美國的親屬 都不是建立在生物性的關係 而是建立在一套象徵的觀念 然後我每次問同學這一套象徵觀念是什麼 同學在下面就會講錢 好像大家很難想像 有沒有人可以猜得到 其實 Snyder 是一個非常理想化的 他認為美國的親屬是建立在一套象徵觀念 叫做愛 而這個愛他不只是界定親屬最重要的一套觀念 也是國族認同或者是宗教裡最重要的一套觀念 他基本上他的一個象徵的途徑是認為 親屬他並沒有那麼獨特 他是跟不同的領域 譬如說跟政治跟宗教領域 共享共同的一個價值 而這個價值在美國叫做愛 那他這個講出來之後就有一堆的批評 因為有些人就認為說他其實是一個 非常理想型的建構 雖然他的田野地點是在芝加哥 可是他做的是中產階級百人的訪談研究 所以基本上他就會被批評說他可能忽略那個階級跟地域的差異 而且他的研究本身因為他要談的是文化價值 所以他並沒有那麼關心這個地區的所謂的 結婚率、離婚率、家戶組成 這一些家實際運作的狀況 他就是透過一套非常象徵的討論 去建立一套文化的價值 而這套文化價值不只是親屬 也是界定政治跟宗教最重要的一個觀念 好 你們應該不大很滿意嗎 可是基本上他這一本書是有影響力的 因為他翻轉的過去對於親屬 是基於生物事實的這樣的一個假設 雖然他也受到很多的批評 可是確實是有影響力 所以今天的這一篇文章 其實也在跟Snyder 做對話 那今天這個作者他的論點是認為 Snyder 還是把社會文化跟生物二分 因為Snyder 認為親屬不一定建立在生物的事實 他是建立在一套文化的觀念 可是今天的作者認為 其實生物跟社會文化之間並不是二分的 他同樣是在一個實踐的過程中同時界定 就透過實踐的過程我們界定我們生物的關係 也界定我們社會文化的關係 而這個生物的關係還是回到血 blood 的概念 可是當地人認為誰是有同樣的血 其實是透過一套實踐過程界定的 懂他的邏輯嗎 我等一下一步一步慢慢講 就是我們好像認為我們出生這個事實 就很自然而然界定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 我們有共同DNA什麼的 可是他們認為其實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甚至很多可能沒有我們所謂血的上的關係的人 他們可以透過居住在一起吃同樣的食物 而具有同樣的血 就是所謂那個血的內涵 誰具有同樣的血 誰具有 就是我跟誰如何具有同樣的生物的關係 其實也是透過實踐過程來界定的 他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一個先天的存在 就今天這一個著作 他其實在跟Snyder 作對 他並沒有完全推翻Snyder 可是他基本上要提出來說 其實生物的關係 也是透過社會文化來界定的 就是我談到我們今天所談的文本 其實到底自然是什麼 還是有他文化的脈絡 那這一點其實我們下禮拜 在談性別的時候會進一步談 我們會去談性別 背後有幾套很重要的觀念在界定性別 其中有一套觀念就是自然文化 那我們會去談其實很多不同的文化 對於自然的觀念是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對於自然跟文化的關係也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所以自然這個議題我們下禮拜會再談 那我們今天要談就是 其實這一個民族誌他雖然就是十幾頁 他其實是作著一本書的一個濃縮 他主要還是要對話的是人類學的親屬研究 還有再對話的是南島的研究 我們上禮拜唸了一個非洲的民族誌 基本上強調的是一套社會結構 而人是在就是在非洲民族誌裡頭 人是在結構中被界定 就是包括人的權利義務關係 都是看他在結構中的位置 而被賦予 甚至所有的衝突處理 都必須要看衝突雙方在結構中的位置 這是我們上禮拜的非洲民族誌談一套社會結構 可是進入南島非常不一樣 是因為南島是一個流動性非常大的一個地方 就是不斷地在遷移的過程 在南島的一個我們講說區域研究的特色 基本上在談的是人具有流動的認同 多重的認同 所以包括你父母親的經驗 包括我個人在出生在移動過程中 跟土地的關係 包括我吃的食物 包括我跟自然環境的互動 其實甚至包括我在各種社會過程的 各種的交換活動 都重新在界定我的認同 這是南島的特色 南島強調的是 所謂的認同是一個不斷流動的過程 就是包括我身體的特質 都可以不斷地透過跟自然 跟土地跟人的互動而被重新界定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人的認同人的特質是具有流動性的 而且人可以在不同的層面 去跟不同的人群建立關係 所以這是我們所談的多重的認同 所以南島的這個研究 其實主要是在對話 我們當代西方的 非常本質論的族群論述 因為當代的族群論述認為 所謂族群是邊界清楚的 透過血緣來認定的 可是整個南島的研究 反而看到的是一套多重跟流動的認同 甚至我們如果在政治的第一個禮拜 有時間的話 我會再分享一些南島相關的研究 就是包括你的所有的你的生計活動 就是你從事農業或者是農耕 也改變你的族群的認同 那這個是其實喀什騰這一篇文章 他一方面在跟親屬研究做對話 另外一方面其實是要凸顯南島研究的流動 共同性的特質 就這篇文章的定位大概是這樣 OK嗎 那我們就開始來看他主要的論述 他認為當地人 他用relatedness 就是關係性或者是關係相關性 我還是會把它翻成關係 可是他避免用relation是 怕落入我們西方人認為的關係 是一種外在的關係 他用關聯性 relatedness 這個概念來替代 因為他認為 kinship relation 這一些概念都會落入西方人 習以為常的關係 所以他用relatedness 來談 我們現在所談的親屬 他強調的是 當地人是透過實踐的過程 去感受彼此之間的關聯性 而且在這個實踐的過程中 其實不用二分生物性跟社會性 relatedness 既透過生育活動 也透過同居共識的過程來完成 我們慢慢等一下談他怎麼樣 透過生育活動 基本上他認為其實在透過生育活動 透過同居共識的過程 人都可以具有同樣的血 他們有一套他們生育的概念 然後這一些透過生育活動 跟同居共識的過程 其實同時界定了人的生物特質 跟社會文化的關係 這是他主要的論述 所以從當地的範疇出發 其實人是一個 process of becoming 人是一個逐漸在形成 你當下情境的一個過程 而不是一個本質性的存在 認同是具有流動性的 所以他談的是所謂特質的流動性 mutability of substance 他認為不只是社會認同 包括生物性的認同 或個人的特質 也同時在實踐的過程去轉換流動 而且重新去建構的過程 這是他基本的論點 就是回到一個南島的特質 就是認同的流動性 他這裡要強調的是 不只是社會的認同 包括生物的認同 他講的 bodily substance 這個身體的特質 其實都是透過實踐的過程去界定的 這是他主要的論點 有沒有問題 那他基本上要論述他的論點 他先從家開始去談 因為家其實是一個人成長的地方 是一個人被生育養育 然後不斷在建立關係的一個最基礎的地方 他先從家 他這一個部分談家如照女性跟兄弟姐妹關係 好 其實家的那個重要性在人類學裡頭有相關的討論 劉埃斯托開始 這個我等一下再談 因為這又是一大套人類學的理論 我先談他比較有趣的民族誌 好這兩頁我等一下談 就是對於家的重要性是人類學的理論 一直不斷在談 就是家就是一個人非常的一個 成長一個很基本的場域 人社會化的場域 可是人類學談家的特質 其實是在凸顯家的多樣性 其實家是一個很基本的社會關係的一個 我們每個人建立社會關係的基本的場域 可是每個文化的對於家的認定 有很大的奇異性 這個我等一下再補充人類學的一些討論 好那回到民族誌 他也是談家 他認為蘭卡威的家的一體性 是表現在同照共識 就在家裡頭或許會有好幾對夫妻 包括兄弟姐妹 或者甚至是可能遠方的朋友過來的 可是不管家有多少夫妻子女 他們一定是共同一個照 就是透過這一個照 就是他這裡談得喝死 透過這一個照 其實因為食物要在照上面加熱 透過照為中心 然後加熱食物 大家共同去吃同樣的食物 同一個照組出來的食物 我們就吃同樣的食物 這一群人就有同樣的血 他們就會界定他們之間的關聯性 所以他先談家 然後他的家展現在 那個照作為一個家的一個具體的象徵 還有女性的重要性 基本上主食工作是由女性來擔任 所以家是與女性作為中心 就是女性在家裡頭完成家屋跟成員的生產 其實整個東南亞的研究都非常重視 女性作為一個家的中心 或者是女性在家裡所做的工作 不管是主食或是各種儀式的活動 其實如何去完成整個社會的再生產 其實後來關於漢人的研究 也有開始談女性的所有的儀式活動 女性在家要 一天大午都在拜拜 在拜的過程中 其實完成了整個社會跟宇宙秩序的生產 包括整個宇宙觀 透過這個濟式的過程被確認下來 然後宇宙觀反映的是中國的一套接續的觀念 整個人類學研究其實非常重視 女性在家的活動 不管是主食的活動 就是cooking這樣的活動 或者是儀式的活動 對於整個社會文化在生產的重要性 所以他這裡談家跟女性的連結 而且家基本上在蘭卡威的觀念裡頭 家就是他的意象就是一個女性的意象 他們認為就是女性是家屋的母親 而且就是他們在建家屋的時候 會先立一個宗柱 宗柱是家屋的靈魂 而這個家的靈魂是女性 所以家屋落成的時候 會由年長的女性扶著那個宗柱來舉行 因為家本身就是一套女性的意象 而且家屋的裝飾就好像女性一樣被裝扮 他談家的重要性 談女性跟家的連結 然後接下來談 其實家還有 家除了母親去煮飯之外 然後去餵養這一群子女 這一群子女之間兄弟姐妹的關係 兄弟姐妹關係是馬來人親屬關係裡頭 最重要的基礎 他提供了婚姻關係的理想模式 愛、平等跟尊重 我們會去談的是 整個東南亞非常強調家 然後女性在家的活動 如何再生產所謂的社會秩序跟宇宙觀 還有很重要的是 在家裡頭其實最密切的 一開始那個家的成員 其實就是以兄弟姐妹為主 那兄弟姐妹的關係 其實具象化了這一個社會 對於夫妻關係 對於朋友關係 對於其他關係的一個理想 就是愛、平等跟尊重 這裡OK嗎 就是先進入家的重要性 女性跟家的連結 還有整個東南亞社會非常強調的 兄弟姐妹的關係 就這樣翻轉我們過去認為 好像只有父母、子女 或者是只有夫妻觀 因為在西方的小家庭觀念 其實是以夫妻關係作為家的核心 可是在這裡反而要讓我們看到的是 女性的重要性 還有 那個兄弟姐妹關係的重要性 就是對於家的看法 其實有一些不同於西方的 所謂配偶家庭所強調的面向 這裡OK 接下來有一個更難的 他強調談到兄弟姐妹之後 他談說子宮是兄妹的 兄弟姐妹的第一個房子 然後小孩子其實在父母的 就是父母懷胎的時候 其實小孩子在子宮裡頭就開始有他的 就是那個胎盤就是他的第一個兄弟姐妹 所以小孩子一出生之後 那個胎盤就是應該胎盤就脫落 然後胎盤必須要用儀式的方式 非常謹慎的埋葬跟處理 因為他是小孩子的第一個兄弟姐妹 就是我們現在認為的那個醫療廢棄物 可是在他們的觀念頭他是有生命的 而小孩子成長了 在媽媽肚子裡頭所成長的那第一個地方 那第一個關係 就是那個胎盤就是他的第一個兄弟姐妹 然後小孩子出生之後 那個胎盤必須要非常謹慎的一個 就是舉行儀式來埋葬 因為那個胎盤其實還是會影響到 小孩子日後的生活運氣 那這裡就牽涉到 他們認為的生命的觀念到底是什麼 他們有一個史瑪拉的觀念 史瑪拉就是 靈魂或者是生命的本源 他們認為人家屋船跟食物都是有靈魂 都是有史瑪拉的 那史瑪拉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他基本上是一個生命的本源 就是生命之一種 一種potency 一種力量 而這個生命的本源他是 他是運行在宇宙萬事萬物之間 可是他會特別具體化在某一些人 或者是某一些物的身上 讓這些人或者是物表達出他的個體性 這叫什麼阿拉 他其實是一個生命的本源 可是又可以具體化在人或者是船 房屋或者是食物的身上 所以我們以為的物 其實對於他們而言是有生命的 尤其是這一些很重要的物 包括船 包括家屋 包括食物 就是回到他們一個很重要的生命本源的概念 就是人 食物 或者是米 家屋 船 都具有什麼 這一個生命的本源滲透在世界上 又分化到每一個個體中 家屋 食物 人有共同的特質 他們的界線並不清楚 現在他這裡在談的是 人跟物之間其實沒有辦法 我們就是西方人從資本主義以來 就開始把物認為是一個客體 然後物是人可以去生產消費 或者是丟棄的一個客觀的物 可是在他們的觀念裡頭 其實物本身是有生命的 他跟人一樣有某一些生命的本源 所以人跟物的關係也是相互界定的 尤其人生長 生活在一個家屋裡 然後船也是他們很重要的生技的一個工具 然後人在使用船的過程 人在吃東西的過程 其實人跟這些物的特質是相互影響 相互界定的 所以他們並沒有 對於這一些物 他們並不認為是像西方人所看到的 是一個客觀的物 他是有生命的 然後他其實是隨時人在跟他互動 在彼此之間去影響彼此的存在 因為有一個生命本源的連結 那這裡OK嗎 其實他這裡要對話的 還是一些西方的一些 很根本的概念 就是我們認為物是客體這樣的概念 他們反而認為物也是有那個smaga 尤其是船家屋跟食物 然後人跟物之間是可以相互界定 然後相互影響的 所以再進一步 這個smaga是滲透在人跟物 就是他是一個宇宙的本源 他滲透在萬事萬物 然後又具體化在某一些個體的身上 去表現出那個個體性 而且更進一步 這個有一點點難以理解 smaga他基本上是兄弟姐妹關係的代表 就是即使smaga 就是具體化在我的身上 讓我表現那個個體性 可是這個smaga本身就是 一組兄弟姐妹的關係 所以我的存在不是只是我這個個體的存在 而是一套兄弟姐妹關係的存在 就是人其實是一套兄弟姐妹關係的縮影 或者是具體化 這個不知道你們容不容易了解 他說smaga They are seven in number but only one is active 就是其實smaga 這一個概念 我們以為是當他具體化在我的身上 好像是個人的 可是他同時是代表一組關係 所以人本身是個人也是多元的 每個身體都是兄弟姐妹這組關係的容器 代表一組兄弟姐妹關係 就是我的所作所為 其實都是代表一組兄弟姐妹的關係 而不是只是我個人的 然後其他人的所作所為也會都影響到我 就是我的兄弟姐妹的 他們的所作所為其實也代表了我也影響到我 這是我剛連著剛那個胎盤抬下來 就是兄弟姐妹關係的重要性 兄弟姐妹其實是一個 一組就是smaga 就是一組兄弟姐妹的關係 那雖然每個人有他的個性 可是每個人的smaga 其實都代表著一組兄弟姐妹的關係 你們稍微想像一下會不會很難懂 就是又是一又是多的概念 跟西方的邏輯不大一樣 其實在這個生命本源裡頭 其實smaga 就是有一個 就是他雖然可以具體化在人的身上 可是他本身就是一個 其實他很難講說那個範疇到底是多少 可是他要談的就是他是一組關係 而這一個smaga這一組關係 代表的是跟我有 就是Siblingship Siblingship也是 他們很重要的一個對於關係的想像是 沒有關係是絕對有或沒有 關係是一套連續體 所以兄弟姐妹關係也是 跟我可能同一個母親的後代 我們就是很密切的兄弟姐妹 可是跟我吃同樣的食物的人 其實又是比較遠的兄弟姐妹 所以那個Siblingship是一個關係的原型 就是他們認為關係 人的關係是一種 就是他不是絕對有或沒有 他是一個連續體 所以包括兄弟姐妹關係也是 就是我最近的跟我同一個母親 所生下來的 是我們有那個很密切的血緣關係 可是另外其實他們有透過很多不同的方式 包括吃同樣的食物所界定的同樣的血 他就是比較稍微遠一點的兄弟姐妹的關係 甚至如果有一起工作 就是在我泰魯閣的田野 其實包括你一起工作 都可以某種程度的界定你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就是回到其實他們認為的關係就是一個連續體 然後包括兄弟姐妹的關係也是 就是你們稍微想像一下他們的人觀是一級多 就是人雖然是一個人在活動 可是他代表的是一組關係 然後接下來從家女性兄弟姐妹 開始我們要談他們的餵養的概念 他們怎麼樣去認為人的 就是那個餵養或者是 如何透過餵養來分享彼此有同樣的血的過程 他們說在產前是有母親的血 就是母親在那個小孩子在母親的 就是在肚子裡頭他是有母親的血來補育嬰兒 那子宮是補育嬰兒的第一個房子 其實子宮就好像房子一樣 然後產後是由母親的血 轉化為母親的奶來補育嬰兒 然後母親的奶又轉化成為嬰兒的血 就是他們的觀念是 母親就是在媽媽肚子的時候 小孩子是由母親的血在補育的 然後就是由母親的血轉化成為小孩子的血 然後出生之後 母親的血會轉化成為母親的奶 然後母親的奶在餵養小孩子之後 又變成小孩子的血 所以透過這個餵食的過程 其實母女之間 母親跟小孩子之間有同樣的brother 母奶是 他們基本上認為母奶是人體血液循環產生 母奶是母子之間的一種身體的特質 跟情感的連帶 透過餵母奶因而才會認得母親 這個是母親跟子女之間的關係 然後更進一步 其實在同樣一個房子的人 他們吃同樣的母親的奶 或者是即使沒有血液上的關係 可是可能一個小孩子 他離開他的生物上的母親 就是想生物都要brother起來 小孩子出生下來之後 他有可能送到別人的家庭裡頭來餵養 他只要吃這個家庭的 女性這個家庭的媽媽的奶 他也跟這個家庭的成員一樣 是一個兄弟姐妹的關係 流著同樣的血 就透過母奶透過餵食母奶 彼此之間可以具有同樣的brother 所以這個就跟我們過去認為 一定要透過懷孕的過程 才會有同樣的血 是不大一樣的概念 還有更進一步的 小孩子出生之後 他一開始是餵食母奶 接下來他是吃這一個家的爐灶的食物 慢慢成長 這個家的爐灶的食物 就是食物又轉化成為人的血 所以你只要吃同一個爐灶上面的食物的人 其實彼此之間就有同樣的血 彼此之間就是兄弟姐妹的關係 就是relatedness 彼此之間就是有關聯的 所以他說其實透過餵養的過程 人跟人之間 就是你只要吃同樣的食物 就有share the blood 就有同樣的血 就有同樣的身體特質 就可以界定你們之間是親屬 那在這個過程中 生物跟社會的那個連帶是同時在進行 因為透過餵養的過程 也界定了我們之間是不是有共同的血 共同的生物的連帶 所以他基本上的論點是透過共食 不管是共食母奶或者是米飯 都會建立起所謂血液的連續體 完成親屬的relatedness 邏輯不難 他基本上認為所謂blood是透過餵養的過程中 去共享去建立或共享的 所以我們只要吃同樣母親的奶 吃同一個爐灶的血 我們就有同樣的血 我們就是血濃於水 我們就是兄弟姊妹 我們就是親屬 甚至喝同樣母奶的人也界定了亂倫禁忌 就是因為喝同一個母奶的人就有同樣的血 即使不是像我們觀念中的那一個生物性的兄弟姊妹 可是中間也是禁止結婚的 只要共同去喝同一個母親的奶 或者是吃同一個爐灶的食物 中間這些成員之間就要避免通婚 就是就有所謂的亂倫禁忌 這裡OK嗎 就一個小小的民族字 可是要講的東西非常多 接下來他們一個懷孕的概念 其實這裡要談身體的界線 他們基本上認為小孩子是由 父親的種子跟母親的血結合而成 在分娩的時候他們會用 分娩的時候他們會用竹刀 會用竹子做的刀來剪斷期待 而不會用金屬的刀 為什麼呢 因為在分娩要剪斷期待那個時候 小孩子就開始具有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談的生命的本源 它其實是宇宙間的一個力量 是又具體化在每個人的身上 可是在這個具體化在每個人身上的時候 它其實又代表著一組關係 所以他說其實在 小孩子那個期待剪斷的時候 開始具有SMARGA 他們不會用金屬的刀 因為害怕會驚嚇到這一個SMARGA 這一個靈魂 然後當一個人具有SMARGA之後 他就維持了身體的界線 他就取得他獨立認同的要素 那這裡接下來就要談一個 他們對於身體 身體 boundary 身體界線的一個想法 他們認為所有的疾病都是來自於 身體界線過鬆或過緊 當你一個小孩子出生之後 他就開始具有獨立性 然後可是這一個獨立性 他並不是跟其他人 就是他的疆界並不是完全具有排他性的 因為他還是代表一組關係 然後他們認為身體一個人會生病 通常就是身體的界線太緊或太鬆 太緊譬如說當你的身體界線很緊 你身體內有很多不好的東西 排不出去的時候就會生病 然後身體的界線太鬆就是 你這個SMARGA又不具有獨立性 那就有很多外來的精靈來侵擾你 所以他們認為其實在一個人具有SMARGA之後 就要維持身體界線的一個平衡 他同時又跟別人有關係 可是同時又具有他的獨立性 因為如果身體的界線太緊 就是完全排他性 不去跟別人建立關係 他的體內很多不好的東西排不出去 他就會生病 如果身體的界線太鬆 他就會就是如果那個獨立自主 就是人的那個自主 獨立性不清楚 其實會有很多的外來精靈的侵擾 也會生病 所以他們其實會透過儀式的過程 很謹慎的維繫著身體邊界 不要禍鬆或太近 就是你不好的東西可以排出去 可是又不至於受到外來精靈的侵擾 譬如說他們認為一個媽媽產後的疾病 就是身體裡頭有很多不好的血排不出去 所以會透過儀式的方式 或透過加熱身體的方式 來幫助他把那些體內不好的東西排出去 就謹慎的維持那個身體的邊界 這個是他們對於人 同時又是一個關係的具體化 或可是同時又具有他的獨立性的 一個身體邊界的看法 如果都覺得很有智慧 你不覺得嗎 這個民族誌大概簡單先談到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其實這個民族誌我們在談 那個經濟的第二個禮拜會在談 因為他們在接受資本主義之後 包括漁夫可能去外面賺錢 賺來了一堆金錢之後 他們要轉化這個資本主義下的金錢的意涵 就是把錢放在那個爐灶上面加熱 就是把那個 好我們會去談商品交換跟禮物交換 之間的一個轉化過程 他們那個轉化的機制是透過在爐灶上面加熱 轉化那個金錢的意義 就他本來是在商品交易之下獲得的錢 其實他必須要透過一個爐灶的加熱 轉化成為大家可以共享互惠的一個 一個交換物 就是他會具有不一樣的 透過那個爐灶的加熱 其實可以轉化那個物的意義 金錢的意義 父母跟子女的關係 就在他民族誌裡頭 當然女性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女性是一個所有餵養的一個來源 就是他會強調 那個女性跟父母子女的關係 然後接下來其實他其實是要翻轉強調 就是 我剛剛談說他其實是要翻轉西方配偶家庭 所強調的夫妻關係的重要性 他認為那個夫妻關係 反而是以兄弟姐妹關係作為原型 因為兄弟姐妹之間有共同的smaga 我們有共同的生命的本源 我們不是只是一個外在的關係 我們不只吃同樣的食物 而且我們共享同樣的smaga 我們彼此之間是平等尊重有愛的 他認為這個關係是當地人關係的一個 一個原型 或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理想 社會認同是流動的 他基本上談smaga 是一個靈魂 然後這個靈魂其實是在界定人跟人之間 其實人跟物之間有非常內在的連結 就是那個內在的連結 其實就是宇宙之間的一種potency 一種力的連結 然後他這裡所談的生物跟社會的認同 比較強調的是透過餵養 透過同居共識 而具有同樣的血這樣的觀念 就是我們有同樣的血 所以我們彼此之間是relativeness 我們是有關係的 我講了有一點點慢 我把這個講完好嗎 就是起碼這個PPT 把他講完 他基本上的整個論點 他強調是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就是所謂認同的建立 是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 他不是透過獲得並共享 substance 的過程 而且透過女性的身體跟活動所完成 他強調是女性的重要性 而且很重要是人就好像防止壓 他同時是 individual 也是 multiple 就是我雖然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 可是我同時代表著一組關係 我同時是多元的 那不只是人是這樣防止 或者是我們剛剛所談的傳也都具有同樣的特質 同時具有單一跟多重的認同 然後透過兄弟姐妹的這一個理想而被具體化 所以他基本上的整個論點強調的是 他們的 boundary 的概念是 不只是人家或者是食物或者是傳 都是會透過 都是都具有單一跟多重認同的特質 而且人跟物之間其實並不是非常 就是不像西方人所認為的主體跟客體這樣的二分 他們彼此之間是相互界定的 這一個民族誌其實並不難 可是他要對話是人類學親屬的研究 就是 Schneider 非常強調的象徵觀念 他認為還是不可以忽略生物的觀念 可是所謂生物的觀念如何透過文化來界定 如何透過實踐的過程來界定 然後要凸顯的是一個難倒的民族誌 就是認同如何具有流動性跟多重性 那我等一下要談的是人觀的概念 因為其實人類學從 從就是我剛剛談的結構功能論發展到象徵論 發展到實踐論 甚至後來馬克思主義 其實在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到了當代 強調的反而是透過人的 就是如何透過人觀來了解親屬 或者是如何透過我們的互動過程來界定彼此的關係 那我等一下先談一個人觀的研究 剛剛因為同時提到史瑪拉跟魏夷 所以同學大概就在談中間的關係 其實大概在他的論述裡頭 談史瑪拉大概就是兩段的文字 他其實透過史瑪拉在談說 人跟物之間有同樣的生命的本源 所以我們有甚至人跟人之間 都有或遠或近的關係 可是這一個部分他就沒有再多談 然後他後來的民族誌部分就比較談胃養 透過胃養我們就有同樣的寫 因為有同樣的寫 我們之間就是兄弟姐妹 或者是我們就是relatedness 他後面談的比較多的是這個實踐的過程 可是在這個實踐的過程裡頭 到底史瑪拉中間有沒有什麼樣的 改變 互動 其實他就沒有多談 他等於是兩個脈絡在談 一個是透過史瑪拉談人跟物之間是有 共同的特質 然後一個是透過胃養在談關係 如何在實踐的過程 同時建立生物的跟社會文化的關係 那剛剛其實有同學在談史瑪拉那個概念 好像也可以透過中國的器的概念來理解 這個就可以進一步再討論 就是我們的器的 那個中國器的概念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實踐的過程 就是到底他的觀念是什麼 還有實踐的過程 那其實這一個民族字 只是要讓同學稍微看到 就是我們怎麼界定親屬 怎麼界定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其實牽涉到背後有一套人的觀念 就是我們如何認定 如何看待人的身體的組成 如何看待人的邊界 甚至理想的人 就這個例子其實是讓大家看到說 透過人觀 透過身體的特質 來界定關係的一個例子 那我剛剛其實沒有談得很清楚的是 整個人類學家的討論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大套的系統 其實這個是在宗教的第三週 李維斯托這個禮拜 我也會稍微提到 李維斯托有人知道嗎 他是60年代結構主義的大師 他基本上在談的是 所有人類有普通的二元 所謂人類的心靈 潛意識的層面 有一套普通的結構 這一套普通的結構 是一套二元對立的結構 我們到時候宗教第三週要談這個 非常非常抽象的一個論述 然後他透過這個二元對立的結構 去談很多的 去談親屬 談宗教 談儀式等等 可是他談二元對立的結構 他最後面對的一個困難是 每個社會都有一套二元對立的結構 就他從人的潛意識 一直談到那個社會文化的面向 可是他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這一套二元對立的結構 到底他們中間的各種衝突 如何被解決 所以他晚年他就開始談家 這個你們聽起來 那個二元對立有一點抽象沒關係 因為到宗教第三週 即使講了兩個小時 大家還是會覺得很抽象 可是宗教第三週基本上就是在談 他怎麼樣去談人類普通的潛意識的結構 然後他後來 因為他面對說 那如果所有社會都有各種不同的衝突的結構原則 那到底衝突如何被解決 他後來有一個很重要的討論 叫做家屋的討論 那他基本上就是從 Kakutu Indian開始 我們等一下會看Kakutu Indian的民族誌 然後你看到一個很大很大的家 他談到說在美洲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Kakutu 他們基本上家本身是一個法人團體 所謂法人團體就是 他是具有物質跟非物質的財產 他本身是獨立自主的 就是這個社會重要的是這一個家 而不是人本身 家本身是有他獨立的生命 他有物質跟非物質的財產 物質的財產就是包括家有土地 家有家屋本身 非物質的財產就包括家是有名字 家有儀式的特權 有各種儀式上面的角色 他說在Kakutu Indian 他們家才是一個獨立自主 這個社會所共同最重要的關懷就是家 那為了要延續家的存續 所以過去人類學所談的 各種二元對立的原則 都可以被使用 就是在為了維繫家的存續 其實原來那些二元對立 原則的衝突矛盾被超越被解決了 包括人類學過去所談的 父系跟母系 好像是兩套不同的原則 重夫居重妻居好像是不同的原則 重夫居重妻居就是 結婚以後是跟著先生 或跟著太太這邊居住 內婚外婚就是 在一定的親屬範疇裡頭 是在這裡面結婚 還是在這個親屬範疇外去找結婚的對象 還有濟氏跟戀因 我們上禮拜有一個民族知識談濟氏 強調祖先 共同祖先的後代所形成的關係 還有另外一個來不及講的一個 緬甸的民族誌 其實強調的是婚姻關係 他重點是要談說 過去人類學親屬談了一堆 婦姓母姓 重夫居 重妻居 濟氏 聯姻內婚 外婚 這一些好像是矛盾的原則 其實在家屋社會裡頭 都可以同時被使用 只要能夠延續這個家的存續 譬如說我這個家 如果我的共同祖先的後代 沒有適合繼承的人 我就去找姻親來繼承這個家 所以為了維繫家的存續 濟氏跟聯姻原則都可以被使用 然後如果我父親這一邊 就是男性的子孫這一邊 沒有適合繼承家的 我就從母親那邊的親屬去找 所以父親跟母親也都可以被 也都可以 就是父親跟母親的原則 也都可以被使用 所以他提出家屋社會是在談說 就是家才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中心 為了要維繫這個家的存續 所有的原則都可以被使用 然後他從Kwakuto 談到中世紀的歐洲 談到中世紀的日本 其實日本的家也是 就是家他基本上 為了要 你們如果看很多日本小說 其實在談那個貴族的家 為了要延續家的存續 其實各式各樣的原則 有時候強調女性這邊的連帶 有時候強調男性這邊的連帶 都可以被使用 只要這個家能夠存續下去 甚至你們看到很多日本的企業 他們不是都會收養小孩子 就是收養有能力的人來繼承企業 就是包括婚姻 包括那個親子關係或收養關係 也可以同時被強調 就是延續 因為日本企業有點像是家的一個擴大 所以所有不同的原則都可以被強調 超越人類學過去所談的各種二元對立的結構 這個是他一個很重要的論述 然後這個論述放到難道 我只要告訴你們說 家這個研究在人類學裡頭有多重要 然後人類學其實基本上建立了這個家的重要性 接下來就是談可是在不同的文化 家有很不一樣的內涵跟實踐的方式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的蘭卡威的家 就是強調女性在主食的過程中 那個餵養的過程所分享的那個身體特質 這個是另外一種家的特性 那在人類學裡頭 其實從李維斯托這樣談之後 我們就開始談那李維斯托這一套理論 可以運用跟他的限制到底是什麼 這一套沒有問題嗎 好厲害喔 好 其實這一套觀念在台灣南島裡頭 運用的最好的就是排灣跟盧凱 因為排灣跟盧凱是貴族的家 那貴族的家 這個家本身就是有家名 然後有各種儀式的特權 所以即使沒有人住在裡面 這個家本身都必須要被握許 都有儀式要去就是要獻貢 對這個家 因為家本身是有生命的 然後可是在南島的例子裡頭 南島大部分的社會 並非接續的社會 其實李維斯托的例子 用在接續的社會用得非常好 譬如說中世紀的歐洲跟日本 或者是台灣南島的盧凱排灣 可是南島大部分並不是 應該說東南亞 很多都不是所謂接續的家 他們基本上比較像我們剛剛卡斯托所看到 他其實是一個平權的社會 這個時候家會有不同的內涵 那東南亞的家其實開展出一個 很重要對於家屋空間的討論 那家屋空間基本上就是 從空間的秩序裡頭去談 其實空間如何再現一套宇宙秩序 或者是社會的關係 譬如說你們 你們應該也沒有唸過 就是蘭嶺的民族誌 其實那個家屋本身 他會有一定的 對於長幼或者是性別 或者是個人群體之間的一些規範 所以人透過 其實家屋本身的各種區分 都可以代表一套社會的分類 或者是宇宙的秩序 那人在這個空間的實踐過程中 其實就把這一套社會的關係 以及宇宙的秩序內化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開始去建立自我在這一個 社會或宇宙秩序中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就是整個東南亞的家談最多的 其實是家屋的研究 甚至空間是多益的 可以提供個人選擇跟創造的能動性 譬如說我剛剛用那個一般的家來說明 好 這個又是一大套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講到多少 可是你們大概就知道說 其實家在人類學討論中非常重要 然後東南亞的家 因為他可能並不是接續的 不像那個李維斯托所談的那個家屋本身 還有各種的物質非物質的財產 反而東南亞的家 家屋的空間是一個很重要的討論 你們可以想漢人的家也是 就是我們在談那個三合院 其實家就好像人 然後誰住在什麼地方 然後祖先在哪裡拜 其實都有一定的規範 那其實我覺得東南亞家最有趣的 反而是空間是多益的 提供個人選擇或創造的能動性 這是東南亞的家最有 最有一個開放性 就是有一些創造性的面向 剛有同學在問我說 那家本身是個人 或者是多元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用一般的例子來說 你們知道一般的家嗎 一般的家基本上就是藏屋 就是他有一個建家族 就是有一個 一對夫妻他們建了一個家之後 那如果這個地方非常好的話 可能或者是這個人的關係很好 可能他的所有兄弟姐妹 姻親朋友都來在他旁邊建房子 所以以這個房子為主 就會開始不斷的 擴展出去 變成一個藏屋 這個藏屋本身 其實他也是一體的 因為藏屋本身是一套宇宙秩序 其實我去過一般也參加他們的儀式 就是藏屋本身 就是一套宇宙秩序的縮影 我等一下再談 就這個藏屋本身 他又是一個整體 可是他裡頭又有很多的 我們講Billick family 很多很多的家 所以他又是多元的 然後我用一般的例子來談好了 一般的例子是 我舉一個例子 我那時候去參加他們的儀式 他們基本上在儀式的過程中會 就他們在過去 其實到現在都還在做 就譬如說有人過世的時候 那個人的屍體會先放在家的內室 然後開始 巫師就會開始來唱壽 然後帶著這個人的靈魂 慢慢的從他那個內室走走走 經過藏屋的每個階段 然後到另外一個世界 然後在那個整個儀式過程中 藏屋的空間就好像一個 就是這一個社會所認知的現世的空間 所以在儀式的那個唱壽裡頭 就會帶著那個靈魂說 你現在經過了 你現在離開了你的家 其實都還在藏屋的空間 可是他那個唱壽內容就是 你開始離開你的家 然後你要開始進入所謂的 就是他們所認知的什麼湖泊 三川 就是帶領這個靈魂走過這個藏屋的過程 其實是要經過這一個 如同帶領他走過現世的秩序 就是你現世的這一些 所謂的那個 他們所認知的這個現世的世界 然後有趣的是在那個巫師的唱壽過程中 帶領著靈魂走 就是慢慢的帶領他走過藏屋 其實就好像走過你的現世之後 開始這個靈魂要離開藏屋 就是要離開藏屋代表他進入了下一個世界 所以他就會說 你經過了什麼樣的一個階梯 然後看到了什麼世界 你就是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了 然後儀式裡頭很有趣的是 他就會說你到了現世 那個來世的世界之後你會看到 就是掛著金銀珠寶的樹 就是來世的世界是非常豐益的一個世界 然後你一定要記得 把你來世世界的這一些金銀珠寶 帶到現世給藏屋的人分享 就是在儀式裡頭的那個唱壽是這樣子 就那個整個空間 藏屋的空間其實就是一個 宇宙秩序的一個在線 或者是你帶領著這個使者 到了下一個世界的一個過程 那我去參加的那個儀式 是他們的楓年紀 很有趣的是 過去在chanting裡頭那一個 來世的那個金銀珠寶的樹 後來在那儀式裡頭 就活生著非常具體的出現了 我們在儀式裡頭看到一個 那個chanting裡頭所談到的 在來世會看到了一個 非常就是掛著金銀珠寶的樹 就很具象化的呈現在那個楓年紀裡頭 然後有趣的是 在那一個樹上面 所有的政府官員觀光客就去上面掛錢 我也去掛了個五塊錢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字 你們不覺得嗎 就是在這個儀式的過程中 一方面他們把chanting裡頭的那一個 好像來世會看到的那一個 掛滿著金銀珠寶的樹 你要帶回藏屋的這個意象 加以具體化 然後所有的政府官員觀光客 其實透過掛錢的過程 其實也讓當地人用某一種儀式的方式 重新去認知外來的政治跟經濟的秩序 包括像資本主義的錢 也透過這個過程 好像就開始被當地人所理解跟接受 所以東亞整個空間研究最有趣的是 其實在這一些空間被賦予意義 然後不斷的被創造跟實踐的過程 其實也可以把很多外來的資本主義的秩序 或者是外來的國家的秩序帶入 透過儀式的過程被當地人所理解 甚至有一些轉換的過程 好像有一點困難 好像一般多講 因為我自己去了一般 我覺得真的amazing 我覺得以前在書本上所看到 那個chanting的居然活生生的出現 然後他又有很多當代的一個 政治經濟秩序轉化的一個過程 我就先講到這裡 其實我是要告訴你們說 其實整個南島研究的空間 是一個非常具有開創性的議題 甚至這一些理論的視野 你們可以用來看我們當代的空間 包括很多我們在建立國家認同的過程中 其實空間會不斷的重新被詮釋 被賦予意義 空間講到這個地方 目前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要講是說因為李維斯托 他談的家屋本身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單位 然後有各種的物質非物質的財產 然後所有二元對立的原則都可以被使用 可是這一套帶南島 並沒有辦法被運用得那麼好 因為南島的家大部分 應該說東南亞的家 大部分並不是街序的家 所以家不見得是有他物質非物質的財產 反而在南島 在東南亞的家強調的是 空間如何具體化一套宇宙秩序 甚至人在實踐的過程 可以不斷賦予空間新的意義 或者是帶入各種新的政治秩序 或者是資本主義的觀念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很多資本主義 譬如說錢也開始被轉化 就錢他不再只是資本主義之下那個交換 只是交換物質而已 其實他在儀式裡頭 他其實代表了一種人 就是現世跟來世之間的連結 或是重新去建立一些 人跟人之間的連結方式 空間顯然多講 只是我要講的是 為什麼蘭卡威特別他要談家 其實背後有一整套的內學 對於家的討論 那接下來其實我還是回到人觀的討論 其實我們剛剛談說 其實整個親屬談下來 其實現在反而認為 到底我們之間是不是有關係 我們如何關係 是要透過一個文化的人觀來界定 那所謂人觀就是包括 人的組成是什麼 譬如說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馬來人的那個brother 他們怎麼樣去認知那個brother 人觀包括人的組成 人的邊界 還有理想的人是什麼 那人觀的研究 其實在人類學很早期 就是Moss這個人 他在1950年寫了這一本書 就開啟人觀研究的事業 那1979是開始有英文版 因為他是法國人 這一本書其實他是四篇文章 四個演講的一個總和 第一篇 他整個目的就是認為說 人觀其實人 所謂的人 或者是心靈這個領域 都必須要具體的放回社會文化脈絡 歷史脈絡來很具體的去瞭解 而不是一套抽象辯證的方式 所以他要探討的是 Complete concrete man 很完整的具體的人 人其實是在社會文化 跟歷史脈絡裡頭被建構出 不能講建構出來 就是被實踐的一個 就是人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實踐的 第一個他要談的是 人觀其實是非常具體的研究 要放回社會文化脈絡 歷史脈絡中來了解 他不是只是一套抽象的 辯證式的一個討論 然後第二個部分 他談死亡的概念 其實他就舉一個例子 他說其實不同文化 對於死亡有不同的觀念 譬如說有的文化 相信自己被施了巫術之後 真的隔天就死掉了 那他這裡其實基本上要談說 每個文化有不同於 西方心理學生理學 所建構出來的 心理跟生理狀態 就他們的心理狀態 其實就是那個文化脈絡之下所產生 跟西方 譬如說西方人可能很難想像說 你相信你被巫術施法之後 你隔天就死掉 可是他們的生理心理狀態 就是跟西方的生理學 跟心理學所建構出來 那個生理心理狀態是不一樣的 他用這個例子來談說 其實要了解人的組成人的 就是人的組成人的邊界 都必須要放回歷史 跟文化的脈絡裡頭來理解 最精彩的是他談的第三部分 他用了幾個例子去談說 其實不同文化的人觀 如何不同於西方個人主義的概念 甚至他在最後用兩頁 把西方2000年的歷史 用很簡單的方式來談說 其實西方有一套很獨特的一套人觀 可是是跟其他文化相當不同的 當然那個整個西方的脈絡 應該非常非常的複雜 不過他主要是在對照 那個其他不同文化的人觀 他這裡有談幾個很精彩的人觀 一個是美洲印利安人 叫普普羅人 普普羅人他們基本上 每一個氏族都有一個圖騰 這個圖騰的討論是在 圖騰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圖騰最晚期的作品裡頭所討論的 應該很多社會學的都知道 圖騰的討論在人類學中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重要 過去從生態學討論 然後後來到圖騰從社會意識討論 然後後來到了 李維斯托從人類心靈的 潛意識的結構原則來討論 圖騰其實是一個 也是人類學就像家五一樣 非常豐富的議題 我等一下有時間再補充圖騰的部分 那我這裡先把他的一些論點講清楚 他說在普普羅每一個氏族 都有一個圖騰 他們相信那個圖騰本身 就是他們對於圖騰 圖騰本身是神聖的 而且是這個氏族的代表 然後有趣的是 這一個氏族裡頭會有很多的名字 會有幾組名字 然後這幾組名字 基本上他分了六組名字 就是這個氏族裡頭 有很多的固定的名庫 然後這個名庫大概就分了七類 這七類名庫分別代表這個圖騰 圖騰你們會不會覺得很困難 我等一下再解釋 就是這七類名字 分別代表圖騰的頭、尾、雙手、雙腳跟心臟 然後分別代表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一個氏族 我還是先把圖騰一下 圖騰最基本上就是認為一個氏族 認為有一個動物或植物是神聖的 基本上大部分就是一個動物是神聖的 是可以代表這個動物可以代表他們氏族本身 過去生態學的解釋是認為說 這個一個氏族會把他在生物 生態上面比較珍貴稀有的視為圖騰 因為就有很多的儀式或禁忌 禁止去宰殺他 所以過去生態學的解釋是認為 這個圖騰生物一定是生態上面比較稀有的 可是到圖騰他開始認為說 其實很多的氏族 他可能不一定以動物或植物 甚至有時候昆蟲 蜂 鳥 或者是一些超自然 就是蜂 鳥 羽 都可以作為圖騰 所以到了圖騰他反而就比較跳脫生態學的解釋 他認為圖騰代表的是那一個氏族本身 他其實是一個集體的表征 那圖騰有一套他很重視 他透過圖騰要談的是一套 人的認知方式 宇宙的就是人如何透過圖騰來認知一套宇宙秩序 這個我沒有要多談 就是我這裡回到 其實莫斯跟圖騰 因為他們常常共同著作 他們有一些他們也有一些共同的著作 就是回到那個人觀本身 莫斯他以普普羅印第安人來談說 其實他們最重要的人的位置 是透過名字被賦予的 就是你得到什麼名字 就賦予你在氏族中的一個 就賦予你一個社會角色 而且因為圖騰本身是一個 跟超自然有關的 他是一個神聖的動物 所以你得到的一個名字 也代表你被賦予在宇宙中的某一個位置 就譬如說我剛剛談說 一個氏族他可能有七族的名庫 然後這七族的名庫 分別代表這個圖騰氏族的 頭 尾 雙手 雙腳 而且他有代表不同的方位 所以當你被給予一個名字 你就安置你在這個氏族中的社會角色 你在宇宙中的一個位置到底是什麼 所以對於他們言人的位置 人的角色 人的觀 就是你的一個人的那一個 自我界定 其實是看他被給予的什麼名字 被安置在什麼樣的社會角色 或者是宇宙秩序當中 所以每個人在氏族中扮演固定的角色 是以名字來表示的 然後我先把他三個例子講完 然後你可以想一想 那其實有一些例子 跟我們也滿接近的 他說普布羅人重要的是 透過名字來賦予一個人 他的個人認同社會角色 在宇宙中的位置 然後西北海岸的 Kakuto Indian 這是我等一下影片要給你們看到的 他們更重要的是 他們每一個人會有一個世俗的名字 跟一個神聖的名字 然後他們更重要的是 每一個人在成長中的每一個時刻 都會被命名 然後你在成長過程中會被重新命名 你被 接受了一個新的名字 就表示 被賦予 其實你又被賦予一種新的能力 甚至你的生理跟心理的狀態 都會改變 你就開始具有承擔那個名字 所給你的社會角色跟 神聖角色的一個能力 他說其實給予過程 給予名字的過程 不只是把人分配在一定的秩序當中 因為名字通常基於氏族的 起源神話又邏輯的分配 而且同時建立了個人接受 那個角色的能力 所以當你在被給予名字的時候 其實你的能力 你的生理心理狀態也同時在被改變 然後你在成長的過程中 會被賦予新的名字 這是 Quacuto Indian 就是所謂人的特質 是透過名字而被改變 而不斷的成長 其實他就是在推翻一套 好像西方人認為 人有一個本質的不變的存在 所以他用很多的民族誌在看 其實人的 就是所謂的人觀 可能透過名字而被賦予 然後可能在成長的過程中 會不斷的被給予新的名字 或者像澳洲 他們在典禮中有暫時性的面具 然後這個面具是祖先恍惚的表征 所以你在戴上這個面具的時候 也代表一種你跟祖先溝通的能力 或者是你就是一個祖先的化身 然後你在戴上這個面具的時候 也同時界定你在氏族中的角色 還有界定了 還有他是有就是 不只是有世俗的 而且具有神聖的意涵 到這裡 OK 嗎 他談說其實人不是本身 就是人不是像 那個西方哲學所看到的 就是有一個本質的獨立自主 你反而透過名字 而被或透過面具 而建立你在社會中的位置 建立你跟超自然之間的關係 而且名字是可以改變 然後你在改變的過程中 也改變你承擔那一個名字的能力 你的生理心理狀態也在改變 OK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要看的 普布羅印第安人 有沒有人去過溫哥華 這是在Vancouver的 那個Stanley Park的 這個是他們的圖騰柱 通常一個家屋前面會蓋一個圖騰柱 然後你們會看 其實這個圖騰柱 它本身有一些動物植物 或者是這個是整個家屋 其實等一下的例子 你們可以稍微 等一下那個影片要談的 就是 Kwakuto Indian 然後等一下那個影片 其實它是在跟 美國人類學大師 Boas 做對話 Boas 認為 Kwakuto Indian 是有食人的習俗 他從他們的儀式的一些 那個 Chanting 裡頭來談 可是等一下那個騙子 其實認為說 其實他的整個儀式 都不能證明他們是有 就是不能證明他是 Cannibalism 他們有食人的習俗 反而儀式整個那個 Chanting 的過程 在表 在在線的是一套他們的起源神話 就是那個整個儀式裡頭 其實是在談他們的祖先 跟著雷鳥一起 就是雷鳥從天上來到人間 然後他怎麼樣從他那種 非常 Wild 的 非常野性的存在 開始在找尋很多 他想要吃 開始在獵食的過程 然後開始 逐漸被賦予人性的過程 那個整個過程非常的精彩 可是 Boas 就從那個 那個什麼 他那個雷鳥 就是人扮演的那一個動物 在找尋很多的 那個要獵手的對象 就開始去談說 他們是有食人的習俗 甚至在所謂的萬國不染會 就假造了某一些情境 所以那個片子 某種程度在批判那個時候的 一些人類學的建構 可是我要談是說 那放在我們今天談的名字的脈絡 其實所有的名字 都是有一套宇宙的起源 譬如說我放在你們的 那個參考文本裡頭 就是 Mauss 所談的人觀裡頭 他就在談說 他們的名字 其實是一套起源的神話 就是祖先最早 從天上來 然後就會有一個 從天上而來這樣的一個名字 然後在來的時候 開始就下著雨 就有毛毛雨這樣的名字 然後跟精靈同行 就有與精靈同行的名字 然後甚至後來有雷鳥 因為各種的雷聲的出現 就是在雷鳥出現的時候 就伴隨著各種的雷聲 各種自然的狀況 然後就有雷聲各種自然狀況的名字 所以在這裡頭其實 你們如果看 Mauss 裡頭 談的他們的起源神話 其實他們的神話裡頭的 就是所有的祖先的 那個起源神話的一個過程中 就讓他們有這麼多 其實跟神靈跟自然 有共通的一個名字出現 所以名字是要放回 這樣的一個神話的脈絡 這一個族群的歷史脈絡 終被賦予意義 所以等一下你們大概就可以看 我覺得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影片 我覺得沒有看很可惜 那等一下就是會談看Q頭 那我們到 經濟的第一個禮拜會繼續談 就讓你們有一點點感覺 到這裡OK 然後談完這一些 不同族群的名字人觀之後 Mauss 就開始在談 那在西方的情況 其實他中間談的佛教 印度教談的中國 我覺得好厲害 他短短的幾十頁的文章 談著這麼多文明 譬如說他就談佛教 或印度教談的是五運合合 他們也不認為人有本實的存在 是透過各種姻緣 透過各種的姻緣聚會所形成的人 這是他談佛教或印度教的方式 然後他談中國的方式 就是在談面子 我也覺得他好像不大了解中國 如果中國要真的放回他的脈絡 我反而覺得五行八卦比較重要 譬如說五行不是金木隨火土 就代表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方位 然後我們每個人的名字裡頭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算過八字 其實每一個名字都是五行的組合 不是嗎 你缺某一個什麼金木隨火土的某一個部分 然後你的朋友你就要找什麼樣的人 其實我覺得五行好像在我們的那個空間的認知 甚至我們對於身體的認知 因為我們金木隨火土 不就代表身體的某一個瘴氣嗎 我覺得好像你要了解中國的人 不過好像五行是一個比較適合的切入點 不過他的文章裡頭談中國就是談面子 你們如果報告要寫五行 我覺得蠻可惜 就是他反而是一個我們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還重不重視名字 然後那個什麼金木隨火土 起碼在我們這個年代還蠻重視的 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跟什麼樣的人 合不合的來 就是透過那個什麼五行在認知 什麼五行相生相剋的道理 你們還有在用這個嗎 畫好 真好 可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 他談了印度 談了中國 然後他談西方 他說其實西方 Person 這個概念最早是叫 Persona 他的在拉丁文的意義是面具 或儀式的面具 祖先的面具 其實跟我們前面所看到的 普布羅 跟澳洲其實是一樣 其實Persona 就是一個面具 可是到了羅馬時代 其實Persona 開始有個人的本子 而且很重要的是 是透過 羅馬時代的所謂的 Persona 或是人 其實是有法律跟政治上的意涵 只有一個市民才是人 奴隸不是人 那市民才具有各種法律跟政治的權利 這是羅馬界定Persona 的方式 然後接下來希臘哲學家就開始 去討論人作為一個有意思的 獨立的自主的可負責的存在 一直到基督教才開始 因為要談人跟神溝通的可能性 人跟神如何溝通 所以開始去談Person的一個形上的特質 就是人跟神之間溝通的可能性 然後他談說其實 是在啟蒙之後 西方的哲學才確立起 人作為一個獨立自主 不可分割的存在 就開始去談人的意識的死有性 然後當然我想西方哲學是一大套 什麼理性論 經驗論 觀念論 甚至還有很多對於主觀意識的討論 他基本上的主軸就是談說 其實啟蒙運動之後 才確立起人作為不可分割的 獨立自主的 而且是一個 具有獨立意識的一個主體 那他認為基本上在人類學討論 就認為說 這一個人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主體 其實會跟資本主義的發展相關 因為資本主義的整個政治 經濟 法律 秩序 都建立在 人作為一個主體 他可以簽約去出賣他的勞力 人是自己勞力的主體 然後也是 可以決定要不要簽約去出賣勞力的一個主體 甚至在法律上面 政治上面 也不斷的在確保一個 這種個人主義的 的一個概念 就是在人類學會進一步去討論的 我們應該到 經濟的第二個禮拜也會去討論 就是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脈絡之下 就是開始 因為在 英國因為有所謂的圈律運動 然後很多的農民被迫到 到都市 然後被迫要出賣勞力來生活 就是我們會去談這樣的整個脈絡 然後造成的問題是什麼 不過MOS 這裡其實最重要是 透過跟不同文化的對話 來告訴西方人說 人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主體 其實是在 啟蒙運動跟資本主義同時發展出來的 那這裡OK 那很厲害 然後甚至第四部分 MOS 談了很多Balry Technique 這個其實就談到 他其實在談說不同的文化 不同階級族群的身體姿勢都不一樣 譬如說大家都很熟悉 好像歐洲人不會亞洲蹲對不對 就很多的身體姿勢 其實都有一些族群文化的一個限制 那其實這一個部分 後來Foucault 會進一步去談 所謂的身體 其實就是權力 權力如何透過各種身體的操作 透過我們對於 譬如說包括對於性的一個 這個我就不多談 就是Foucault 其實在談 是說其實身體本身就是一個 權力運作的場域 而且就內化成為我們的一部分 那我今天其實要談的就是 談說其實我們要了解親屬 已經是要從 所謂每個文化很獨特 對於人的組成 人的邊界 人的價值來了解 他們怎麼樣去理解 彼此之間關聯的方式 所以親屬是放回這樣人觀的脈絡中來理解 然後我今天應該來不及談黃英貴的人觀 不過我們在經濟的第二個禮拜 我希望可以談 因為黃英貴老師的人觀 其實後來就跟他談整個資本主義 在布農族 然後當年如何去重新理解跟資本主義 重新理解跟轉化資本主義息息相關 所以我大概人觀跟親屬 討論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其實你們可以看我PPT 的最後 談整個親屬理論的發展 我要談說其實親屬理論到現在強調的是 親屬是在存在的相互性基礎上 以多元方式互為主體的參與彼此 其中牽涉不同形式跟不同程度的相互性 包括在身體 感覺或經驗上所建立的相互關係 以毛利人為例 親屬關係涉及的是靈魂的內在整合 這個大概是現在我們不斷在討論親屬 尤其在當代其實我面對這麼不確定的時代 如何有更多元的關聯 來看我們彼此之間關聯的方式 甚至界定親屬關係的方式 甚至同心看待家 其實是我覺得當代非常重要的議題 我可以再補充一個我自己的民族誌 就是我在太魯閣做的田野 然後這個民族誌 我有放到最後一個禮拜情緒的內學在談 不過我大概就讓你們知道說 我在太魯閣田野所看到 因為我剛開始去做那個田野的時候 其實按照人類學畫戲服的方式 可是我真的發覺很難很難了解當地 後來我就開始從家的面向去討論 我就收集了八十幾個家貨的資料 然後去看到說其實每個家裡頭 會因為同居共識居住在一起成為一家人 或者是因為共勞共作成為一家人 就是我收集了八十幾個家戶的資料 會看到非常非常的高比例的收養 或者是透過各種生活互動 而成為一家人的情況 所以我那個時候嘗試是把這樣子的脈絡 放回整個當地的一個發展 一個歷史發展過程 因為其實我去做田野那個部落 我叫做利物部落 因為我一直覺得 因為裡頭涉及很多的隱私 所以我就隱民 然後我叫他利物部落 是我覺得他就在霧裡 我永遠看不清楚的那種感覺 因為那一個部落 他其實在1914年 因為太魯閣戰役 就被日本人牽村下來 然後日本人為了要打散 原有部落的一個連結 所以日本人的牽村方式 是把原有一個部落分到很多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太魯閣部落 他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來源 因為我做田野那個部落 他大概有十幾個來源 所以社會內部的衝突性跟 就是因為從不同的地方來 然後社會衝突性一直都存在 然後當地人也不斷在進行 各種的整合的過程 可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影響 是在民國61 年的時候 因為亞泥進駐 亞泥進駐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把土地變成亞泥 當地人就失去的土地了 那個其實失去土地 真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影響 因為當地人一開始是受 就是他們失去土地之後 他們一開始受雇雅泥 就是亞泥聘請他們做各種的建築工人 或者是水泥攪拌工 可是當亞泥的工作完成之後 他們就沒有工作怎麼辦呢 剛好台灣建築業起飛 他們就到台灣各地 甚至到中東到東南亞 去當建築工人 你知道那個對一個社會的影響是什麼嗎 就是因為人口的流動性這麼高 所以可能小孩子沒有人照顧 可能父母沒有人照顧 那怎麼辦呢 其實當地人就在他們原有的家的邏輯之下 重新去形述 重新去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家 包括很多收養的情況 然後很多因為同居共識 或者是共勞而形成的家 那當然有一套當地的邏輯 這我就不多談 因為我長期在做 就是當地人的文化叫做拉雅 泰魯格叫做拉雅 就是拉雅的實踐過程 本來就可以形成 不同形式的一個社會範疇 可是我回到那個家的脈絡 其實我在談的是 在一個社會變遷 這麼激烈一個地方 當地人還是可以在他們的文化脈絡之下 重新去形塑出不同性質的家 來面對這麼激烈的社會變遷 所以我那個時候在做田野人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學生寫的 因為我帶學生去做文化田野 我們學生寫的是社會福利 其實大概提出來就是說 我們今天的社會福利制度 不應該是 站在漢人那一種血緣的家的概念 因為當地可能相互照顧的 不見得是具有血緣關係的人 但其實我當然更進一步那篇文章 我是在談人的情緒 就是當地有一個 就是當地有一些情緒轉化的方式 造成家會成功或失敗 就是他們有一個很內在的情緒 叫Magaru 就是同情 他們認為原住民 其實最重要的是同情那個情緒 然後因為同情 他們會去照顧沒有父母照顧的人 會去照顧沒有子女奉養的人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情緒 讓關係成為可能 可是這個關係能不能夠繼續運作 還會牽涉到人一定有憤怒 有嫉妒 有衝突 那到底如何去轉化這些情緒 然後過去社會 其實有一套處理衝突的方式 然後當代其實有一些文化的機制開始斷裂 所以會讓衝突有時候會不大容易去處理 我大概就是在談各種情緒的轉化 還有情緒的內涵的改變 譬如說過去的恐懼 恐懼的是大自然 現在的恐懼是對人的恐懼 是一種不安全感 就很多的情緒其實它內容也在改變 就我那篇文章其實主要要凸顯的是 其實每個文化 像太魯閣他們面對那麼激烈的社會變遷 而且我覺得真的就是 很無奈的一個外在的各種的政商的環境 他們還是可以在文化的邏輯之下 透過各種情緒的交換分享 去建立不同形式的家 我特別分享是說其實在我們當代 我們就是面對一個很不確定的情境 人跟人之間如何去建立各種不同的 我們所談的互為主體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是當代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這是我大概談家的一個 就是暫時的一個結論 可是我們下禮拜還是會談到家 就是性別一定要放在家的脈絡裡頭 那今天談這樣有沒有問題 然後我今天其實講的東西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你們可以消化 就是跟一個小小的民族 是在跟人類學整個親屬研究 還有南島的特色做對話 甚至還帶入了家 然後還帶入了人觀 都是人類學非常非常大的議題 因為他們瘓會的消耗 但他們可以消耗 這就是反對方的區別 所以我們在家 是暫時的閉上 但是我會進行 為人的偉面 然後與我剛才 也能有心 就去世辨 所以這個 感谢观看